主席 主席 各位列席的官员 各位委員同仁 是不是請 部長 來 部長請 林委員好 部長好 針對於要調高燕捐或者淹稅這個問題 我們在立法院裡面 衛環委員會跟財政委員會的委員 似乎有些不同的一個看法 不過大致上是有個交集 因為大家質疑所謂燕捐 就會變成衛福部的小金庫 也認為這好像失去監督 這個部分大家是有志一同 所以我在這裡特別希望部長 針對這個部分一定要解除外界的疑慮 另外如果去強化透明監督 讓大家信任 這個是非常的重要 不然的話要調高燕捐 當然我們是希望以價制量 這個方向目標是大家是可以去接受的 不過如果無法去突破 所謂的小金庫 這個外界的疑慮 我想你們做這樣一個調整 恐怕外界是難以接受 那本席是相當認同以價制量這個方式 不過以目前提出來的這個案子 一下調高二十塊錢 確實在目前這個時機 是不宜的 他的一下調高的數量太高了 那當然也有一些同仁他們是認為 應該從淹稅著手 因為他可以統收統支 不像燕捐他是專款專用 那我們應該在以價制量調高 不宜調高到二十塊錢 不能那麼多 那如何平衡燕捐跟淹稅 再做適當的一個調整 這樣是比較可行的 那比如像淹捐 你可以先提高到五塊錢 那淹稅五塊錢 以目前的狀況之下 大家的接受度會比較高 如果要淹捐一下調高到二十塊錢 恐怕是外界是無法認同的 所以這個部分希望 部裡面要去思考這個問題 尤其針對於透明監督 這個問題希望能夠 這個獲得外界的一個信任 那本席在這裡 要特別針對另外一個問題 再來請教一下部長 我現在手上拿的這個是 部長有沒有看過像這樣 這是什麼東西 這個是電子煙啊 這個是電子煙 可能我們很多人沒有看過 但是現在對於青少年 他雖然是滿夯的 滿炫的 這個電子煙它是可以拆解 它這是一個供電器 這是一個物化器 裝上去之後 再加這個煙油 它就可以直接拿起來抽了 直接可以拿起來抽 然後它抽起來 它那個像水煙一樣 很炫很酷啊 而且它這個味道啊 像裡面當然也有加尼古丁的 所以就是煙 但是也有一些是沒有加尼古丁的 裡面還可以加水果味 哈密瓜味啦 或者其他的水蜜桃味啊 聞起來很香 然後煙霧繚繞 像水煙一樣 現在很多年輕人都在用啊 我想我們衛福部也曾經做過統計 我這邊有一個數據 也就是衛福部在103年調查顯示 我目前12歲到17歲青少年 曾吸過這個電子煙的使用人數 大概1.3萬人 那18歲以上成年人 使用過的大概達到36萬 大家看這個數字好像 如果比起抽煙的人口來講 這算少數 不過它是越來越夯 而且我目前到處都是可以買得到 本期在這裡要請教一下 這個它裡面有加尼古丁的 也有沒有加尼古丁的 請問這個是 是什麼法在管制 我們如何管制電子煙 是根據什麼 目前有沒有管制 目前有管制 目前它我們把它歸屬在醫療器材裡面 它所以目前它所有的市面上 如果有電子煙通是非法的 對啦 現在就是因為我們把它歸在要事法裡面的規範 而不是淹害防治法 所以現在你到處都可以買得到 我們不是說去管制它就買不到了 現在幾乎所有的網路販售非常的多 不管是國內的網路購物平台 國外的網路購物平台 淘寶網台灣站等等 到處都可以買得到 另外在國內有關於 臉書跟電子煙的交流社團 粉絲團超過300個 透過LINE的交易群組更是不計其數 其中隱藏的這種交易量非常的可怕 這都不是我們能夠統計的 那我們現在 它是不歸淹害防治法管制 所以有任何的販賣它都是非法的 但是我們管制得了嗎 衛生署你覺得管制得了嗎 委員好 像委員報告 就是說這個當然像在歐美 這都已經氾濫了 那在台灣的確這是社會大眾 可以去討論的事情 那目前的疑慮是因為 如果一旦把它當作一般的煙品 像歐洲它就在街上 就直接有各種的商店 那他們的使用率就大增 我們現在是2% 而且在青少年的部分發現 使用者當中一半是本來有吸煙的 一半是本來沒吸煙的 所以有一些家長會比較擔心說 如果一旦把它開放 到處可以賣的時候 這個使用率增加 而且本來不抽煙的人 抽了這個含有尼古丁 未來它的吸煙率的危險會增加 所以目前我們是為了讓家長 這方面的疑慮 我們大家一起努力先從嚴管制 目前我們的做法 那像韓國它剛開始也想從嚴管制 後來它把它當嚴慮防治法管制以後 它的使用率也是馬上就大幅的跳升 所以這個部分的確是一個困難的難題 那目前我們在沒有立法院 或者是其他的社會大眾認為說 可以放寬管制的情況下 政府是先努力的 是先盡量的來減少它上升的速度 謝謝書長 你是認為放寬管制 因為菸是可以抽的 它只要不要在室內抽 但是本期在這裡 正好從另外一個角度再看 也就是因為我們把它放在要事法 導致到最後沒有辦法管 所以它到處氾濫 它現在已經移送非常多件了 移送很有限 而且它是有涉及性的 真的很有限 你現在到處都是可以買得到 我們根本就沒有能耐 一方面我們這邊是認為說 開放它會增加人數 其實不然 你沒有去管制它 因為它裡面含泥骨丁 你不去管制它 另外它抽起來像水煙一樣 也有各種水果味道 跟一般的煙不一樣 所以青少年他非常好奇的 另外他也可以跟大人說 這個不是一般的煙 那只是水煙而已 所以它反而會傳染得更快 其實其他各個國家都是這樣 你如果煙愛仿製 還是涉及到尼古丁的時候 那就是會變成沒有尼古丁 有沒有尼古丁還要驗 都變成沒有辦法立即執法 所以這是需要社會去討論 一個新的規範的 這個確實社會上是需要 那目前是先進一步來 進一步來討論 我們目前 衛部這邊是認為說 如果是這樣把它開放之後 它反而 會氾濫更快 從其他國家看起來是這樣 其他國家是這樣 不過你沒有辦法去管制 它造成更大的一個問題 因為現在很多一些未成年人 它就在吸 那麼德國 德國已經在今年 它已經在立法禁止青少年 去抽這些電子煙 等於德國都已經開始這樣做 有 這個衛福部也有討論這件事 台灣這個部分 我希望能夠再及時廣益一下 好 兩相權衡之下 到底要不要納入煙害防治法 其實如果納入煙害防治法 我們根據裡面 煙害防治法裡面的條文 它的條文 其實我們有關於煙酒管治法裡面 它裡面特別提到 本法所稱煙指全部或部分 以煙草或其他替代品作為原料製成可供 吸用 腳用 含用 文用 或以其他方式使用之藥品 所以我們是認為 它不是煙草 所以不能把它列入煙害防治法 不過它這裡面有所謂的替代品 我們如果考量到沒有去做一些管治 反而對於青少年的健康 會是一種強害 有的有管治 現在連油包 如果看到它是電子炎公司 記得還是要去做 做那個成分的化驗的 是有 它這個進口 它不是整支這樣進口 它是分開三個部分 三個部分 一個點煙劑 一個霧化劑 另外栽瓶 煙油 用這樣的狀況之下 它把它湊起來就是一個 對 海關現在也在查 分開它有查 但是它分開 它分開進口你如何查呢 每個都可以合法的 那個公委員報告 我們的確有在做這個 包括網路上面我們都有在查 那也有這個查獲的這個 不少的這個案例 不過委員剛剛 建議的那個方向 我們可以來做研議 希望針對這個部分 希望衛福部好好去權衡一下 是不是應該要用 煙害防治法去管治 而不是在要事法裡面去管治 你放在要事法管治 到最後都管治不了 到處都可以買得到 謝謝 謝謝委員 如果考慮有檢舉獎金也有想應該是效果會更好 好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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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